印度警方说,一辆巴士和一辆乡行车相撞,造成34人死亡,包括巴士司机。 这起车祸还造成20多人受伤。 调查人员说,车祸星期六发生在北方邦的博道恩附近,那辆乡行车里坐着刚参加完一次葬礼的哀悼者。 世界卫生组织说,印度是全世界道路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。 当局说,每年有超过11万人死在印度的道路上。 主要原因是超速行驶,路况恶劣和车辆危险。